停止了一点 然后看一下EPA这里禁掉了锤石卡萨丁以及蜂女 那SPG的部分是禁掉了纳尔沙皇还有挖掘机都是当前版本非常强势的英雄 都是非常强势的英雄 不过留出了一个冰女还有妖姬 这两个英雄都可以打上单也可以打中单 妖姬的话比较偏向于中单 而冰女的话上单是非常的厉害 不过呢EPA的部分首抢 蓝方首抢通常都是皇子或是蜂女 不过蜂女被禁了吗 那皇子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皇子打野是一个非常万金油适合任何阵容的 而且不管是在路人排位还是在职业比赛里面 那皇子打野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你可以看到SPG的部分也是抢了冰女 因为昨天有一场比赛 冰女被放出来之后 整个对他们团战都打出非常多的优势 对 当然我觉得冰女这个英雄可能在上单会比在中单更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他控制技能吗 还有位移 倒不是说这个 因为如果一个英雄在中单他打出这些很爆发的伤害是应该的 但是他在上单他也能一般上单都是控制跟坦克对吧 但是他在上单不仅有控制又有坦克 而且还有很高的输出 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优势 而且他的上路的存活能力比其他的半坦或是全坦都还 对对对控制很多而且还有位移 那第二个他们是拿轮子吗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EPA的选择 拿了莫甘娜跟辛德拉 那莫甘娜应该是辅助位 那辛德拉中单的话也是比较万金油吧 一般来说我觉得中单不管怎么样 要么选辛德拉要么选发条 这两个AP万年中单AP是绝对不会崩也绝对不会劣势 不管其他都有怎么样自己起码能刷得起来就OK 而且还有一定的单杀能力 因为我觉得现在版本都会选一些刺客型英雄 那辛德拉他并不属于这一类他 但是他的一步爆发很高 对 但是要看他后期的话 因为辛德拉到后期他的大招是属于一个单体伤害 并不是一个AOE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最好是不要往后期去拖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SPG的部分抢了打野盲森 还有安妮 安妮可能会去辅助或是中单 现在就不知道安妮是要走辅助还是走中单 那五楼可能也是留了一个让人玄幻的位置啊 让大家猜一猜 不过EPA这边是想要拿女警来counter一下我们的轮子妈吗 女警打轮子妈怎么说我并不觉得能够打出多大的优势 如果说女警配风女的话可能在线上压制力会比较强 但是女警配一个莫甘娜的话 打对拼的话我并不觉得有多厉害 那只能说你要么和平发育 然后把兵线推得快一点速推流速推塔 但是也不如风女好 所以风女这个英雄现在是几乎每场比赛都要半 非半继选 非半继选 真的是最热门的一个英雄哦 先看一下SPG这里 最后一个在考虑 考虑要拿谁呢 在这里 我的心也是选起来了 这个是要掉我胃口 还剩10秒钟 9秒钟 8秒钟 到底要选谁 是还没有决定好吗 估计也是在考虑 选了一个中单 中单的节 那安妮这里应该就是辅助了 没有太多的问题 节制进在比 LPL上是比较出现的少 但是在LSPL进的部分还蛮常出现的 嗯对 毕竟她不管是单杀还是后期的41分推都非常厉害 但是我现在看了一下安妮辅助带了一个虚弱 这个比较少见 因为安妮辅助一般是要打爆发 打伤害 不然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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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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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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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